葬藝社人員到冷凍冰櫃 領出桑家的棺木 一切準備就緒 也進行到了火化程序 沒想到事後才發現 領措燒錯了遺體 這讓原本按計畫 準備桑裡的另一戶家屬 無法見往生親人最後一面 只能擺骨灰壇 離譜的稍錯遺體發生在嘉義陸草 十二號當天葬藝社人員 應該要領取六號成性往生者 結果突出領到了三號 臨性往生者 一連串的錯誤 沒有及時發現 一路錯到底 殯儀館提供遺體存放 由藏儀社經手桑家的相關後世事宜 按照道理 冰櫃雖然是用號碼標示 但白板註記會有往生者的名字 可以再三確認 死者家屬對於殯儀館和藏儀社 互推皮球 無法接受 挑好時程 送親人最後一程 卻搞出了大烏龍 現在家屬不滿 提告屍體毀損罪 要向造成疏失的仗儀社討個交代 TVBS新聞季健康嘉義報導